我要的是住你们家,咋的,把我们全家打发去老十字掌公宿舍,跟你群穷孙的庄稼汉挤一块,金元宝,你小丫头怎么这么可恶? 姑婆甚言,辱骂当朝县主,是要被流放的。 我是你长辈,教训你两句,你还要把我流放? 不是我要把你流放,是律法这么规定的,就算你是长辈,也不能罔顾尊卑。 元宝头一次觉得,有个县主的名头挺好的,专制这种无赖。 元宝,剩下的我来说吧,燕子,现在就给你两个选择,一,搬到长宫宿舍,我们两家还是一门好亲戚,有来游往好好相处,第二,从此不相往来,你要是敢在外面诋毁我们,就是藐视县主家人,到时候一样把你们流放千里,照样是给你们一个归宿,自己选吧。 大嫂,元宝就算了,他是县主,你有什么资格说,我哥才是一家之主。 奶奶的话我都支持,你敢诋毁我家人,我就去找青天大老爷聊聊,我跟他很熟大。 哥,难道你也是这个意思吗? 燕子,你可以去村里打听打听,我们金家能有现在的好日子,都是托元宝的福,真的与你无关,再说我就算是一家之主,除了我,其他人都不同意跟你们一起住,我也不能一言堂。 行吧,我们一家自答应搬到长宫宿舍,这法子是好的,远相近臭嘛,开太近了,咱兄妹没准会酿成仇人,我住在一块也好。 对嘛,燕子,你放心,哥哥欠你的债,这辈子都还不清,你们且安心在宿舍那边住着,孩子们找一份活计安定下来。 我的好闺女,幸好有你在,一句辱骂当朝宪主,要被流放,吓得她都不敢说话了。 就是,你回来得晚,不知道,咱家这位姑男的怕是想上天,一进门确定身份后,又哭死哭活,明着暗着问爷爷要钱。 无耻,元宝,你现在没把他们一次性打发了,若之后再来咱家闹事,该怎么办? 不会闹的,姑婆一家如今想吸咱们的红叶,便不会把事情闹太僵,只要不违背道德法律的前提下,咱们能帮就帮吧,这样爷爷的愧疚感才没那么深。 那大嫂,咱们先过去把长宫宿舍打扫一遍,再让孙家住进去。 应该的。 哎哟,县主家就是这样对待亲戚的,我呸,什么牛马蛇神,居然让我们跟一群酸臭农民工当邻居,真恶心。 哎呀,这怎么回事啊。 您,您讲得对,舅舅家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了。 你去收拾收拾,这群丧良心的绝户头,肯定没收拾干净,今中你们一家不是人,年轻妹妹都不管了。 就我一个人收拾吗? 不是你去,难道我去吗? 把东西搬进去吧,先歇一会,赶梅儿跟我去金家吃饭,真以为把我置这么远,我就没办法上门了。 哈哈,想得美,属于我的,必须要回来,也必须让金家给我的孙子弄个现主什么的。 欢迎光临。 要欢迎光临。 三伯娘,咱们家生意这么好,不如一鼓作气,到城东那边开个分店吧,再多请几个学徒,帮工。 开分店? 请人,不行不行,那咱家的臭臭面配方,岂不是要泄露了? 唉,三伯娘,你想想啊,咱家底料族,多吃两次,是不是都能猜出大概是用什么东西熬的汤?臭臭面的配方是藏不住的哦。 还不如大方请人做学徒,送出去,反正我们是臭臭面的创始人,招牌在,口碑在,就不怕别人抢生意。 我觉得元宝说的有道理,绝花,你觉得就咱们夫妻俩,能吃得下这么多订单吗? 还不如把臭臭面的方子送出去,让兰州多一些臭臭面面馆,臭臭面的名声打开了,对咱家也有好处。 嗯嗯,三伯说的对。 嗯,你是我男人,我听你的。 那我去亚行找帮工。 可以,我也趁此机会歇歇几天。 于是,元宝写了张告示贴在店外。 贴啊,要歇业三天,那这三天我们可怎么活啊?一天不吃臭臭面,就浑身痒痒。 对啊,这没臭臭面吃可怎么办啊? 哎,金老板,金老板,你们太任性了。 好狠心的一对夫妻,自豪不管我们的死活。 弟弟,咱们机会来了,金宝宝面馆歇业三天,正是咱们举鸡面馆开业的好时候。 好,哥哥,那咱们明日就开业,我已经都准备好了,他们今日敢协业,那从今往后就别再开业了。 三天时间,金三找了几个学徒,给他们开每月二百文的工钱,并且教他们臭臭面敌手艺。 而元宝和包菊花也在城东找了一家店铺作为分店,装修风格和招牌都和总店一样。 然后元宝又写了一份契约让学徒们签上,内容就是必须要在面馆帮工至少一年方可另立门户。 包舅舅,田螺呢?怎么没有送来? 我今天去找一直帮我捡田螺的农户要田螺,谁知道都说送走了,一个田螺都没给咱们留下,还说以后都不帮咱家捞田螺了。 啊?送走了?送去谁家了? 要知道除了他家的臭臭面会用田螺,之前基本没人会吃田螺的。 不知道,不过会不会是白掌柜,他们先客来酒楼,之前不是跟我们买了炒田螺的方子吗? 不会的,白大伯不是那种做阴丝手段的人,况且他和我们家还有酱料的生意往来,白大伯是聪明人,不会自毁城墙。 那怎么办,今天是姐姐和姐夫新分店开业的日子,可不能误了及时。 我去找白掌柜借一下。 小丫头,我酒楼里还有一点田螺,大概二十来斤,可以先送去你家新店救济。 谢谢白大伯。 小丫头,这二十斤田螺也就只能给你们救一室而已,你给我来吧。 好臭啊,这家也是做臭臭面的。 对,你家臭臭面的臭味是鲜臭,他家是真的屎臭。 白大伯,您是想说就是这家店把兰州周边的田螺全部收光了? 没错,徐十一和徐十二这两个憋孙兄弟专搞这种恶臭的手段,也是我的朋友昨日跟我说的,我才知道。 白大伯,我们进去看看这渠记面馆。 哟,这不是青城县主和白掌柜吗? 呵呵,草门渠十二,给县主起安,小剑丫头,店里梅田螺熬汤底,要来求我了吧,哈哈哈哈,这种感觉真爽。 我想起来了,你就是那个官道上和我打赌,输了吃牛粪的那个赖账大叔? 丫头,什么叫吃牛粪的赖账大叔? 就是之前呢。 然后元宝就把之前在官道上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徐十二,你还有这样精彩的食货呢?怎么不跟哥哥说说呀? 痛,县主和毕在我这里乘口舌,如果不是来吃面的,那就赶紧走。 我当然是来吃的呀,我要一份原味臭臭面,白大伯您吃什么,我请客。 好啊,那我也来一份原味的。 要欢光丽。 二位客观里面坐着,臭臭面马上就来。 这是福寿罗。 白大伯,别吃了,咱们走吧。 丫头,你不是要尝尝渠记的味道吗?你都没吃,这钱白花了。 钱没白花,渠记开不了多久的,不成什么气候。 你瞧我都急得出汗了,还跟我卖关子。 白大伯,咱俩是合作关系,所以您酒楼的田螺一直是从我们面馆送过去的。 硬硬,没错。 但实际上,你是城里人,不知道田螺和福寿罗的区别,对吧? 不都是田螺吗?有区别的。 区别大了,它们两种虽然都可以吃,但是福寿罗身体里有很多害虫,吃多了,那些病虫会在你脑袋里生根繁衍。 真的假的,那你平时送到我酒楼里的? 白大伯,您放心,我元宝从不害人搭,送去您酒楼的都是田螺。 徐家那两个丧良心的,居然搞这种事情,那些客户岂不是要遭殃了? 都行,我必须去知会一生。 没用的,没人会信的,让徐家兄弟自食恶果吧。 至于那些食客,我有办法治疗。 空间里的藏书阁上就有一书,记载了一种叫宝塔堂的打虫药,到时候研制出来就能治疗了。 不行,我现在要进城跟徐师二兄弟老拼命。 行了,绝花,元宝不是说有办法可以解决吗? 对对对,元宝,说说你有什么办法? 让我再想想。 你要元宝你看,这是螺丝? 对对,拿去给三婆娘打螺丝。